字幕君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 剛才新仔港來美國 新仔港 美國十幾年 那你整天回香港好像是嗎 都不是整天的 回出去你都見到我 回出去都找你 過來十幾年 剛剛講到愛國的問題 尤其是到底我們在這個美國裏面 我們的愛國是什麼意思呢 經常有人和我針論這件事 愛美國 愛中國 其實所謂的愛中國都不是愛國 是愛黨 大家都知道 問你們是不是中國人 我們在這個位置最敏感 但是你是可以戴隆私人說我不是 因為你問我中國人本身的意 就不是問我是否中國人 你本身是問我知不支持現在這個中國的政權 不是只有中國的政權 我記得在這個語格的時候 就不斷在Facebook 就有很多的posts 一些自己的言論 經常有一些朋友 或者是都未至乘嫁的人朋友 就經常質問我 你是否中國人 或者你愛不愛國 2014年這個語格 但是我在2010年的時候 早已經在我們的大學 開了一個學會 叫中國文化學會 不斷宣言中國文化 不斷有些不同的表演 給外國人看 我的用意 不是想這個叫做中國這麼簡單 但是一個我自己對我下一代在這裡 有一個根據點 我下一代我一個中國人出世 不是他選的 我選給他的 他不自豪那怎麼辦 關我事的 我是要建立一個更完美的身份給他 什麼叫中國人 什麼叫中華文化 我是想載給他 我剛才說的 其實不同的時期都有些不同的解讀 譬如我們很多時候 怎樣才叫做一個中國人 他有兩個方面去做一個標準 一個就是理性的 理性的就是文化型治 就是說你對自己的祖國的歷史文化 你要有一種叫做尊嚴的自覺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OK 你是從一個理性的角度 你不可以逢是中國的東西都說好的 是不是 中國文化有很多很混帳的東西 是不是 那個是屬於理性的 另外一個就是感性的 感性就是道德動機 我們一般叫做 但是這種道德動機 很多時候就是當你那個國家或者民族 遭受危難的時候 或者被人入侵的時候 這個道德動機 就會令到激發你 大家會同仇敵蓋 是不是 就是毀家輸難去為那個國家 抗戰時期就是這樣 是不是 那是屬於道德動機 統治者就永遠就是利用你的道德動機 然後就永遠都戒嚴 永遠國家都是處於動盪的時代 那他就永遠都控制你 明白嗎 當年國民黨是這樣 現在的共產黨也是這樣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從理性的角度 從文化認知的角度出發 我們是一個中國人 在文化上 但是如果你的兒子在這裏出生 他一定不是一個中國人 在文化上 他都不懂得說中文 他對他自己 所謂他那個武國的 即是他老爸那 他老爸那代那個國家 那個祖國的文化歷史 一竅不通 是不是 他沒有任何那種自豪 或者那種尊嚴的自覺 完全沒有的 中國人有句話 叫做生兒異族 掌兒異聲 這個一定不是中國人 對吧 從文化的角度來講 沒錯 生兒異族的意思就是 你在美國出生 不是生兒異族 掌兒異聲 你成長的時候 你就講不同 你自己原來的民族的聲音 對吧 生兒異族 掌兒異聲 以前其實在中國來說 都有這些所謂民族主義 或者類似這些文化的 這些討論都有 為什麼才會有華夏 今天這個陳文講華夏 華夏是怎樣來的呢 或者漢族的文化 所以你從理性的角度 文化認知的角度 我們就是一個中國人 我們使用中文 閱讀中文 是不是 那我們對中國文化 中國歷史有認識 那你就中國人 是不是 所以你搞國民教育 搞來做什麼呢 你最重要就是 文化歷史 你中史又不是獨立成科 又不用考會考 那你自己帶頭滅絕文化 然後你要去灌輸你愛國教育 現在幼稚園叫他參加五星期 星期禮 多混帳 是不是 所以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文化認知的角度來講 那你有接受這個文化的分途 那你就是中國人 但是 如果你從那個道德動機 那個角度 大哥 現在統治中國 那個中國共產黨 是一黨專政的 大哥 歷史上殺人最多的政權 就是中國共產黨 是不是 如果你從道德動機來講 你沒有辦法 會跟他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去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自己 我們這五十年代出生的人 就是我們受這個中國歷史文化 那個分途很深的 基本上就已經是死症來的 但是我們從一個理性認知的角度 和在香港 就是從一個所謂道德動機 這個立場出發 我們就一定要對抗 這個所謂 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個極權統治 因為它會影響到香港 如果因為這樣被人說你不是中國人 說你數點亡組 這個是非常荒謬的一件事 是不是 因為如果你看回共產黨 共產主義 現在還寫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裡面 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是不是 那你那個社會主義 你那個馬列毛思想 你現在在搞資本主義 是不是 有始以來 人類社會最貪腐的一個國家 就是中國 是不是 最道德敗壞的一個社會 就是中國 那如果你說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說這些話 我就不是一個中國人 但是如果你從理性的角度 事實是這樣 是不是 事實就是這樣 喂 就算宗教自由你都沒有的 有三字教會 愛國教會 是不是 天主教基督教都要有一個 回教 或者佛教都要有一個叫宗教局去管的 多荒謬一件事 是不是 所以 如果你說 講中華文化 現在你習近平出了一本書 你柴子幫他出了一本書 習近平 但是其實你就是馬列毛 是不是 你是國際主義 其實我們自己讀共產主義 讀這些書讀了這麼多年 叫做村頭書 我們看了很多 資本論 這個 就是共產黨宣言 是不是 這些我們全部看過了 在我們年輕的時代 誰不阻止 在我們那個時代 因為代表進步 是不是 但是後來發言 全部都找老陳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回 他說 為什麼我們中國共產黨 是不會比有其他政黨呢 因為根據共產主義 就是 國家不服有存在的必要 政黨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這個不是叫做一黨專政 而是根據共產主義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要走向一個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手段 過渡到一個叫做共產主義社會 然後這個共產主義社會 是人類的天堂 因為它沒有解禁鬥爭 於是基本上 國家作為一種 就是壓迫的機器 已經不再存在 而政黨作為一個工具 亦都不服存在 既然是這樣的話 就沒有必要有其他的政黨 所以只能夠有一個中國共產黨 這個是一個教義 大哥 現在你跟我說 中華文化 是不是 就是共產黨有哪一塊有中華文化 就是優良的傳統 沒有的 所以當如果那些人跟你說愛國的時候 你就把他扯的話題 扯到好像英文現在說這些 他就沒有話說 是不是 你跟我說愛國 愛什麼國 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OK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 是不是 那中國共產黨是什麼 你問他 是不是 你跟他討論的時候 用這個方式 他就沒有符了 他問我 因為我覺得你不需要憂鬱和囂張 不是囂張 我只不過是告訴他 我做過的事情代表 沒有人比我更愛國 不過我愛的是國 不愛黨 就是我 我的血脈 我是一個 就是這個人 這個 以堂歸的說法 我的肉體 就是一個 這樣的 中國人 一個人 我的精神 仍然是一個 存在的中國人 我下一代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教了一整九年書的 一個補習老師 主要都是教一些 中國人 一些 家裡不懂中文的中國人 就沒有辦法去幫他們 小朋友去學英文 就唯有請我這些補習老師 就是叫做家教 就有自己的課本去教 我發現了問題 其實很多的ABC 或者在座都有 其實他有時候 可能在三藩市 就會沒有這麼嚴重 我們sacumentals 真的全部都是白人 或者是一些 主要是主流社會的人 所謂叫做caucasian 他們有個問題就是 他成長的時候又覺得 我家人 跟他差不多一樣 跟我講同一語言 長大上出來 為什麼有兩種語言 上學了 他不知道 他心裡面 他不懂什麼中文英文 他只知道 這個是 這個是學校 這個是家 兩個語言 好 但是第二下 開始發現 為什麼買東西又是這樣 去朋友又是這樣 原來發現 自己是小數民族 開始覺得 自卑 帶個紅人打架 見家長 陳先生 你的小朋友 打架 很頑皮 然後小朋友就會 兒子 老師說什麼 這樣 小朋友 哪裡會有尊重 很多時候 ABC不斷有一些思想 就是我們在座 沒有了 因為都是 在座是 香港來也好 有些事是 懂英文的 有很多真的 鄉村來的 他們是不懂的 全部這樣說 不斷 不斷 其實我在紐約也看到 那些福州人 和那些溫州人 但是他們下一代 全部講英文 是啊 是不是 全部講英文 他們同樣道理 同一個角度就說 父母不斷地怪責子女 不尊重父母 有時真的 我犯了事 我記得 我當年 送小朋友來讀書的時候 我曾經怕他們不懂中文 但是我長大那兩個沒問題 小那個 我那時候 叫他們抄書 抄我寫的那些書 抄論語 就是這樣 讓他懂得中文 後來我覺得 之後都挺愚蠢 是不是 後來自己想 覺得自己很愚蠢 當然我的兒子 是來比較大一點 如果你在這裏出生 你為什麼要他學中文 我都不明白 不需要的 我教得夠 為什麼要他學中文 除非你不懂得講英文 你不能跟他溝通 為什麼要他學中文 而且他是很不喜歡學中文 到他很喜歡學中文 他感覺自豪 可以溝大陸妹的時候 那個就是由於他興趣 學多種語文 這種語文 有利他抄女 或者有利他做生意 那是一個工具 但是你要他學的時候 不是當作一個工具 你是要一個身份認同 但是他在美國出生 其實這些問題 過去爭論了很久 沒有意思 我覺得 為什麼要他學中文 現在等於我的第三代 我真的不想他學中文 因為他一定不會好過我的中文 沒有必要 所以他學到半種水 學什麼中文 你在美國學什麼中文 或者在其他地方 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我覺得 你說不是 我是中國人 那就糟了 他在這裏出生 在中什麼國人 是不是 你令到他將來的身份認同 出現的危機 他那個發展 是很有問題的 整個成長發展 也很有問題的 相反的 是令到他覺得自己 更加融入不到主流社會 我們是沒得談的 我們已經是 化了灰 是吧 你也是有這些 所謂的中國文化 沒得變的 在政治上 無論我們講什麼都好 這個是沒得變的 但是 你的下一代 是吧 你有什麼必要強行要他 尤其是在美國這些地方 沒有必要 香港還說它是一個 始終都是一個 以中華文化 其實都不是的 香港都是多元文化 現在是吧 你中國人多 大家交談就用中文 這樣解釋而已 香港人的中文很垃圾的 尤其是學校的教育 是吧 香港現在過去這二十年 最出現的一個問題 很嚴重 中文又不行 英文又不行 那時候 那個精英教育 還有一批英文很好 是吧 你現在中文又不行 英文又不行 多教一些人出來 然後你還有普通話教中文 所以我有一時問 教育局的人 普通話教物理 普通話教化學 普通話教中文容易學些 普通話教化學 普通話教生物 是吧 那些是用英文書來教的 學校全部都 大部分 那時候中文中學 他有些中文的教科書 是吧 都是比賽英文的 又是 什麼叫普通話教呢 你如果是就沒有語 一定是用廣東話 更何況我們研究廣東話 大家都知道廣東話是古漢語來的 普通話是現代語文來的 是用普通話來讀不通的 不壓韻的 大佬 外族外族 用國語來讀 不是用廣東話來讀就壓韻 用閩南語來讀都壓韻 是吧 因為他是古漢語 是吧 所以問題就是 很多人經常叫那些人學中文 或者在外國的小孩學中文 你學什麼中文先 你是學那個 口語 還是書寫語 你學什麼中文 你告訴我 是吧 但是 你一要他學中文 那麼他的身份認同 就出現問題 是吧 沒有用的 所以其實是華裔 美國人 大佬 一定是美國人 就是中國人 是吧 但是 譬如說 這些年紀大一些 好像我們這些 或者移民來二十幾年 他以前在大陸也好 或者在香港也好 他很多朋友 關係 社交 他都是中國人 是吧 那他沒有問題 這些人 好像我兄弟 Tony 他什麼問題 他這麼多年都 他生活很中國 但是他很多時候很歸佬 但是下一代 在這裏出生的 為何要逼他做中國人 我不是很明白這個道理 譬如我孫 我幫他改了中文名 那沒辦法 所以我要改了 改了中文名 但是他日後 這個中文名 你用他解 也要排解 大哥 你有個名字 是俗譜的 OK 那要自背來排 我便移動 是吧 我下一代 你爸爸說可以 接著你就立 你兒子又來講一個字 有本書 我們在昨天 在鄉下拿了一本書 就出來 那排 排的原因就是 讓你這個家族 可以遠遠留場 追得回以前 譬如那些人寫自傳的時候 我要寫 我是這個王氏 什麼唐 第幾世孫 那是這樣的意思 大哥他在這裏出生 你跟他說這些 都當你白癡 是吧 你這個 你排立字背 接著我另外幫他 改個名字 用耳機的事 叫做首一一歌 那不太好 那第二天我告訴他 這個 Number one Brick Banner 那就可以了 大哥 那他又有英文名 他出生 他寫英文名 但是他有個last name 是吧 他的last name 是W-O-N-G 就是這樣 是吧 那你 我們這些名字 你改我很有心機 我們還有典故 是吧 譬如我大孫 我叫他啟聖 上書 恩憂啟聖 多難興邦 是吧 是吧 你現在聽到了舊運 是吧 更何況我孫 是吧 我自己自餘而已 代表我有學問而已 是吧 多嚴重啊 你說 你的孫 知不知道他爸爸 我解釋給他聽 大哥 我第一天 恩憂啟聖 多難興邦 是吧 我一定解釋給他聽 他爸爸的名字差點叫做黃特首 黃特區 是吧 1982年出生 剛剛 就是他出生 他9月22號 那天 不知多少號 這個 戴卓宇 就扑街 84年 不是 82年 82年就扑街 然後我說扑街 我改名 特自貝 特區 特首被人罵 改特首 明知會被人罵 改特首 為什麼呢 所以我的兒子就是特自貝 黃特遜 黃特遜 傑克森 在外面 傑克森 傑克森 特遜 哈威克森 特遜 他們這些名字 到他兒子的背 大哥 你跟他講這些話 那我 大那個是 就是在華人社會 那他沒有問題 那現在我這個書在這裏 那你跟他說手一 手一是出自莊子的 什麼 手一 那 他大一點 才解釋給他聽 是不是 拿一本莊子出來 解釋給他聽 這個手一 為什麼 你叫我教書 你叫我教 不要說 我們這些就是 我們這些就是 我們這些都是讀壞書的 你明白嗎 就是 你自己受中華文化分圖 然後自此中文又厲害 那你 你是不是改名 就是在那裏辦一下 是不是 就是自如 對他來講 是沒有意義的 是不是 到他覺得有意義的時候 可能是他長大之後 就覺得 我爺爺幫我這個 不是很好 是不是 那這個是他以後的事 那現在他完全被動 你要幫他改名 他什麼意思 解釋 包括現在他老爸 幫他改英文名 也是 大佬水蛇春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知 又是 又是自己用來扮東西 是不是 那叫John 就好 Peter 就好 走街都是 不是 我都不懂 那叫他Max 那名字 那名字是一個符號 其實 是不是 意義不大 我的名字很厲害 玉文 玉文 玉是養育的意思 就是我注定是做總統的 養育的文 結果現在 是不是 教主也差不多 剛剛有得坐 是嗎 他說夠鐘了 好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了 好嗎 差不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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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 謝謝